中文字幕提供 零二 良心硬化的原因 零三 非信徒和真信徒的良心各有不同本质 零四 信徒要长存无亏的良心 零一 良心的原功能 经文 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心里 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 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 或做控告 或做辩护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不可非法杀人 撒下二十四章十节大卫数点了人民以后 良心一直不安 于是对耶和华说 我做了这事 犯了大罪 耶和华啊 现在求迷除去迷仆人的罪孽 因为我做了非常糊涂的事 习题 一 这教材聚焦圣经所说的良心 这课先论及良心的原功能 良心 英文 Conscience 希腊化 Seneidesis 一字是由共同和之道组合而成 究竟全人类都共同之道什么 罗马书二章十五节A 2 故此 所有国家的律法或多或少都符合石板上的道德律 例如很多国家都禁止人做和事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 3 良心的原功能包含正反两面 它的反面功能是什么 罗马书两章十五节B 4 当一个人所思所言所行有为道德律时 良心就发挥这个反面功能 正如大卫在犯罪之后 其良心一直怎样 它继而怎样 撒下二十四章十节 5 当犯罪时 我的良心会否责备自己 有何例子 6 另外 良心的正面功能是什么 罗马书二章十五节C 7 当一个所思所言所行都符合道德律 良心就会发挥这个正面功能 我有何相关经历 8 总结 良心就是神放在人心内的道德律 其原功能是什么 9 反思 我的良心是否仍然发挥这个原功能 9 若是 为何这样说 若否 如何是好 10 2 良心硬化的原因 9 经文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神的震怒 从天上向所有不前不义的人显露出来 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9 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 9 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 也喜欢别人去行 9 提前四章一到二节 圣灵明明的说 日后必有人离弃信仰 9 跟从虚谎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 9 这教训是出于说谎的人之虚伪 9 他们的良心好像被烧红的铁烙了一般 9 习题 1 上一课研及良心的原功能 9 而这课则论极其硬化的其中两个原因 1 惯性压制真理 9 罪人以什么来压制心内的道德律 9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 2 罪人的良心越来越刚硬 9 他们明知罪的公价是死 9 然而他们怎样 9 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 9 以上所说的是否我的写照 9 若否有何例证 9 若是如何是好 9 4 第二 9 惯性被谎言鬼里蒙骗 9 说谎者传扬鬼里 9 他们已经缺乏道德判断 9 其良心硬化 9 好像被怎样的铁烙了一般 9 提前四章一 2节 9 5 我很容易被什么世俗谎话和一端鬼里蒙骗 9 6 如何是好 9 6 总结 9 7 这刻仅列出两个使良心硬化的原因 9 7 反思 9 7 我会不断以什么来否定圣经对我的要求 9 7 如何是好 9 7 非信徒和真信徒的良心各有不同本质 9 7 经文 9 7 提多一章十五节在清洁的人 9 7 一切都是清洁的 9 7 但在污秽和不信的人 9 7 没有一样是清洁的 9 7 连他们的意念和良心都污秽了 9 7 提前一章十八十九节 9 7 提摩太啊 9 7 我照着从前关于你的预言 9 7 把这命令交托你 9 7 违的是要叫你借着这些预言 9 7 打那美好的仗 9 7 常常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9 7 有些人丢弃良心 9 7 就在信仰上失落了 9 7 西伯来书9章十四节 9 7 何况基督的血呢 9 7 它借着永远的灵 9 7 把自己无瑕无私地献给神 9 7 他的血不是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脱离死刑 9 7 使我们可以是奉勇活的神马 9 7 习题 1 7 上一课言及良心硬化之音 9 7 而这课则论及非信徒和真信徒的良心各有不同本质 9 7 关于非信徒 1 7 他们的良心有何本质 9 7 提多一章十五节逼 2 7 这样本质的良心 有怎样的行为 3 3 2 丢弃良心的非信徒就在信仰上怎样 提前一章十九B 4 4 即是说 良心和信仰有何关联 5 5 关于真信徒 1 他们要长存怎样的良心 提前一章十八到十九节A 6 6 若我长存这样的良心 会怎样回应神的吩咐 有何实力 7 7 2 信徒的良心已被什么洁净 得以脱离死刑 Sinful dead works 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A 8 其目的是什么 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B 9 总结 非信徒和真信徒的良心有何不同本质 10 反思 这刻指出我的良心是怎样的 0 4 信徒要长存无亏的良心 经文 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出埃及记二十章四到五节A 不可为自己做偶像 也不可做天上 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 不可跪拜他们 也不可侍奉他们 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A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 要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A 要孝敬父母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到十七节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正宫陷害你的邻舍 不可贪爱你邻舍的房屋 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 徒币 牛驴和他的任何东西 习题 一 上一刻言及非信徒和真信徒的良心 各有不同本质 而这刻则论及信徒 要长存无亏的良心 良心是一心板上的道德律 来控告犯罪者 对于信徒来说 更清晰的道德律就是十戒 故此 长存无亏良心的信徒 要做何事 出埃及记二十章八 十二节A 二 我在当行的事上 有否违背良心而不行 若否 有何实力 若是 如何是好 三 在一十戒 信徒不可做甚么 出埃及记二十章三 四五A 七A 十三到十七节 四 我在不可行的事上 有否违背良心而去行 若否 有何实力 若是 如何是好 五 总结 信徒要长存无亏的良心 即是怎样 六 反思 这刻更正我甚么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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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